我现在一个人在哈萨克斯坦 我要把我这辆坦克300开回我的家乡南冲 总共4000多公里 我把车停到这个加油站这旁边休息一下 我这辆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停车场 停了一个多月上面全是城 看一下有多厚 昨天从莫斯科飞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斯干机场 把这车取了连夜出海关 到达哈萨克斯坦 今天我要去阿拉姆图 阿拉姆图离这里开车还要8个小时 这是奇姆肯特 奇姆肯特到阿拉姆图 8小时5分682公里 应该天黑前就能到阿拉姆图 因为这边时差离我们国内2个小时 现在6月29号北京时间11点04分 车后面就这样 我也没整理 路上困了就可以在后面躺一会儿 有 Можно来找我 我家太鲜了 来了 永远 克斯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加油了 这个92178尖割挺划算 自己加多少油直接把钱给他就好了 这样一句话都不用跟他说 就能把油加了 1万摊个 哈喽 我最近这几天吃饭加油 我都不用拿翻译机了 因为加油太简单了 就给他比个二 或者是指责922 然后就把钱给他就好了 就自己开车久了 大概能知道车要加多少油 按照这个油价来说的话 1万尖割 可以加到差不多50升 这样子吃饭也是 自备好零钱就可以了 这是我常年在外旅行的一个经验 就不用带太多 因为带多了 怕人家要坑你 而且很多地方它都是明码实价 有图片 有当地币的一个价格 加了56升 然后他问我多大了 听不懂 我说我30了 他说30岁 看着像20岁一样年轻 把我笑的 我还不好意思告诉他 我已经37岁了 就这样出发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休息一下 天哪太困了 一下开的太久了 显示还有一小时7分钟到阿拉木土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29 这个大枕头 油的很 一家睡醒了 想上厕所 这里尴尬了 离开这里 闹钟还没响都醒了 整个调了半小时 睡不着 这里太热了 主要是 要接着走 也没什么油了 又要加油了 又要保养了 谁要买这辆车就划算了 我去乌鲁木齐保养吧 我早饭 午饭都没吃 吃的这个也算吃饭吧 这个是在俄罗斯买的这个 三公里后 下右侧出口 我已经到了阿拉木土了 这边太多车了 我也不想去市里面 因为这里离霍尔果 霍尔果斯可湾只有三个多小时 显示到可湾还有差不多4小时 扎尔肯特过去这里就是霍尔果斯可湾了 晚上到那里就11点了 我的天哪居然修路 这还要走一个多小时 这是在哈萨克斯坦 我的妈呀 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这旁边就是霍尔果斯口岸了 明天再过去 现在太困了 移交睡醒都快10点了 看一下 前面就这样 我就在这里离霍尔果斯是特别近 浑身上下都是这样 乱糟糟糟的 待会把车收拾了 就去过那个海关 我觉得我自己也蛮佩服自己的 昨天开了14个小时的车 8个小时 从奇姆肯特开到阿拉木土 然后从阿拉木土到这边 走那个夜路烂路特别的烂 开了差不多5个小时 昨天晚上就把车停到这里的 那边那条路过去就是霍尔果斯了 换个地方去整理车 去前面找个路边停 我这几天拍视频 都是只想快速的把车开回去 所以也没有管流量 也没有管内容 就去训练记录一下 记录一下 是为我自己记录 大家喜欢看就可以看一下 好开心 28号下午在塔斯干 乌兹别克斯坦 拿到这个车 昨天晚上就到了哈萨克斯坦 昨天连夜跑 就跑到这个口岸附近 今天就过去了 待会就从那边过去 把车终于开到我们国门口了 前面就要过海关 按键就不方便拍摄了 可能又是几个小时 看那边 沃尔果斯